欢迎收看上阶关心台湘的南岛新闻 南岛市空手里中山街和南岛市文化南岛的街路 逐中空火了后跟建杉已经是有十多年的时间 这路面不然是起床了 甚至又出现必顺的情景 关注里面前张留特别贵东 关乎工部处技官和台湘的民众 做过来跟建筑会讯 也答应说的总经会整理来发报中心普世路面 为止南岛市三角公园边的中山一家 是没做民众去治疗买的东西 走进行办事顶的必须倒露 但是因为你故事收路面是相同客气 另外加厚利文化南岛的行动 也是自去处处地路面都要买中心普世 是出现起床了甚至必顺的情形 这几行动里面的圣公打马甲 你就看得出来 但是乘路面真的会拔到 真的会拔到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我们管理局来回坑 希望我们大家都安全 回家的路 让大家更安全 在那管理局里面前 接着特朗议员和里长的丁寺 从特朗议员关护港务处团队来到现场会堪 经过上市监察了 管长是马上支持港务处 对比路面改善工厅的经费 欢迎建议员关护港务处团队 现在是港务大关 尤其道路是主要的问民主意 在这间关系到民众行车的安全 和生活品质 反正人民情供调 未来港府同样的继续完成 原来国际的道路 让乡亲对政府的事件竟敢有感觉 记者行事参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